一間三層樓高的樹屋 矗立在平時抽水馬龍的大一路上 還讓小朋友一個一個留滑梯下來 呈現出一幅不可思議的情景 台灣樹屋協會理事長林佑珍表示 協會希望透過樹屋 讓大人小孩都能夠更親近自然 加強和樹木的互動 我們協會的宗旨是 以樹屋為媒介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樹屋 把人跟自然能夠更好的媒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們做的樹屋 它樹本身並不是重點 我們希望透過樹屋可以 讓人們更去接觸自然 更去接觸樹 所以說樹屋如果沒有人的活動的話 它其實只是一個空空的空架值 所以說我們只是希望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設施 去讓人們更能去接觸 然後把心裡面的小孩子給釋放出來 林佑珍說 前兩年她也有參與 豐北大兒童上街區活動的討論 今年就希望能夠將平面的活動立體化 同時也是為了爭一口氣 花了八天左右的時間 在大一路上蓋起的樹屋 據她了解 這可能也是全世界第一座 蓋在行道樹上的樹屋 大概是四位的匠人 這是職人 木工的職人 跟另外一半是素人木 就是灰一點點木工 但是並不是職業的 然後我們來一起去蓋這個 所以時間上的話 我們大概是做了八天吧 七八天的時間 說實話在馬路上面這個樹 我估計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個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堵著一口氣 因為我們在參加 前兩屆的豐北大的活動的時候 就是地面上小朋友用粉筆啊 然後煮得很開心 各種馬路上的活動 但是它畢竟就是平面的 那我本身是建築師 我會覺得小朋友 天生喜歡攀爬 而且樹上的空間很有趣 我看其實有機會能夠 創造一些除了平面以外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來許願蓋一棟樹屋吧 然後覺得 也是感謝很多的協辦跟主辦 其他主辦單位 能夠讓這個瘋狂的夢想成真 這次樹屋的材料 大多是由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新竹林管處所提供的台灣原生木 還有大量的樹皮、木屑以及球果 鋪成了一個木屑泳池 空氣中充滿了令人愉悅的木頭香氣 彷彿就像漫步在森林中 林佑貞說 這些樹屋在活動結束後 會改以巡迴的方式 到每個需要辦活動的地方搭建 讓更多人體驗樹屋的樂趣 盡可能的使用國產的木材 那國產的像這種書法材 本身就是一些可重複用 然後也是永續循環的材料 對 它是會持續長出來 不是說消耗地球的資源 那像樹屋我們這個主要是因為 馬路上面樹屋它不可能永久的放在這邊 那活動結束之後它會被拆卸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有個計畫 就是它可以變成一個樹屋的巡迴 像是個馬戲團 不是馬戲團 就是有其他的地方 他們也想做街道活動 或者是說公園工作坊 我們就可以去把它異地的移植在那個地方 也供當地的居民跟小朋友去使用 在城市馬路架出可拆卸 重複使用的樹屋 讓身處在都市沒什麼機會爬樹的小朋友 可以探索樹上有趣的空間 或是用神梯 或是由爸爸媽媽用滑輪拉上樹屋 再開心地滑下來 創造難忘的童年回憶 記者趙世源新北採訪報導